及公司債ETF 聚焦BBB及投等債 产业分散规模大 10月16号前买进 吉祥本次配席 BBB 富人爱买头等债 没错 00725B国泰投资及公司債ETF 有机会先领袭再赚价差 10月16号前买进 吉祥本次配席 一起跟着富人脚步投资去 申购速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股进入到 选前最后一个月的震荡期了 过去的经验 美国总统大选 选前一个月 美股大多数的时间 大多数的状况下 是偏向震荡下行的 也就相对偏弱 而且是上冲下行的行情 今年看起来好像不会例外 10月的第一周 亚古都收黑 多数收黑 入港股最强 尤其是港股 本周仍然是收了一个大涨 但你可以看到台股 这周K线就收黑了 另外韩国股市 周线也是收黑的 所以这个就是 美股在选前一个月 可能会牵动到 整个全球股市 尤其是新上 亚洲股市 主要出现的症状 那问题就是说 选后过去的经验 美股都是大喷的 不管谁当选 选前再激烈 只要选举平安度过 不要出现选票争议等等 不要延宕了 这个选举的结果的揭晓 基本上美股后面 都是要大涨的 也就是说选举结果一揭露 甚至在选前几天 美股就开始先暖身大涨 过去经验都是这样子 我记得上一次 川普当选之后 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因为川普那一次 后来就遇到了那个疫情 所以后来这个行情 这个很快就中止 然后就往下大跌 但今年会不会是 同样的如法炮制呢 我觉得这个 今年又卡到了一个 降息周期 降息大的循环开始 美股更不能跌 站在我的角度来思考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整个比较大的一个 所谓资金 全球大乱斗的一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你今天是 这个美国能掌控股市 或者说呢 你今天能 有影响力的人 你会希望说在降息周期 美国的资产 以美元计价的 比如说房市 股市 债市 出现大跌吗 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大跌就代表 资金要外流 那美元已经在走弱了 已经快要跌破100点了 感觉起来就是要 准备跌破100点 这样的态势了 那美元资产 怎么能大跌呢 美元资产大跌 不是加速美元跌破100点 加速资金外逃吗 更何况呢 美国现在把它 视为头号大敌的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 这个法宝进出了 黑悟空都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降准降息 然后呢 把房市拉起来 把内需循环拉起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股市怎么能大跌呢 在大跌的话 不就是 完全就在金融 这个角力上面呢 落去下风了吗 那美股如果要维持 一定的多方格局 你不要大涨 我只好维持一个 慢牛 或者说呢 流市格局 要拉什么股票 我觉得呢 今天我一开始 就跟各位讲了 两档重要 我觉得 就是啊 看这两档了 要拉 就是拉这两档 一档呢 就是台积电ADR 另外一档就是挥达 如果这两档 拉不起来的话 基本上你说 美国股市啊 尤其以科技股为主的 美股啊 要维持一个 牛市大格局啊 就不容易了 那是不是有机会 把台积电拉起来 那挥达拉起来 你如果就 现在目前 我给各位看了 这样的一个 K线图啊 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看到台积电 基本上呢 虽然说 呃 这一波拉上去 要准备挑战 前高 历史的高位 193.47美元 一股的这个位置 没有挑战成功 而出现了连续 四根黑K往下杀 但你们发现了 他其实杀到月线 就不跌了 那目前的台间月线 已经是往上拉了 一个月线上扬的格局 季线虽然是往下压 但基本上呢 月线是穿过季线而上 那很巧的哦 你发现他跌到月线 就出现连二红 你也不能想说很巧 或者说呢 他刚好跌到了一个支撑 或者说呢 就有人觉得 在这个地方台间可以拉了 你可以看到 他就出现连二红 最新交易日台间拉了2%嘛 然后呢 在前一个交易日 台股台风价修饰 台间也是拉2%嘛 所以两个交易日连续 台间已经拉了4%上来 只不过就今天台股 台间不争气 只有涨5块钱 盘中高位 没能守住 那为什么台股今天台间 没能跟上 ADR的节奏呢 最主要我觉得就是 所谓的资金排挤效应 因为外资呢 这边下杀台股取量啊 有可能 这种对冲基金的资金啊 要往陆港冲啊 这个陆港那边需要钱呢 这个砍台股 砍韩国股市 砍亚洲其他市场 把钱调过去嘛 这个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刚一再谈 今天节目两个小孩 谈一个重点 今天跌 集中交响跌了 指数87点 不是跌很多 但是呢 它是从原本涨 103点 到收盘跌87点 而且尾盘的时候 如果不是尾盘拉上来啊 它跌了197点 最低的时候 曾经跌了197点 所以你从高低差 差了有300点之多 那尾盘拉上来 跌了87点 重点是量能有4000亿 为什么今天 一开盘下沙 就有这个量呢 这个谁在砍的呢 外资为什么卖超了223亿呢 另外贵买的部分也很明显 你看贵买的爆出了 快1300亿的量 贵买跌幅将近1% 外资都在砍一些贵买的权重股 而且呢 偏向高价股居多嘛 那这就很明显在套资金嘛 所以贵买一卖卖了66亿 那贵买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卖超 他不是今天才卖哦 他4个交易日卖超了126亿 这个对贵买来讲 相对而言是一个大量的卖超 那集中交易产连三卖 包括今天哦 他总计卖了719亿 所以上市贵加起来800多亿的卖超 那资金 他把它取 他卖掉了之后呢 资金往哪里跑 那为什么这两天台币贬这么多 明显资金有汇出嘛 若资金不会出台币怎么会 今天扁一角多 全周扁呢 将近三角 这个礼拜休市两天 对不对 两天没有交易 只有三个交易日 台币居然扁三角 等于一天扁一角啊 全周扁幅0.9% 将近1% 那为什么台币会扁那么多 将近三角 而且台币几乎扁破32 代表资金在跑 资金在汇出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短线外资的在卖超 就是那种所谓的对冲基金 标标准准对冲基金在卖超台股 然后把资金准备 这个转进到陆港股去 这个很明显就是资金排挤效应 这个是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你台建更不能跌 所以为什么今天盘拉台积电 拉鸿海 拉这个联发科 拉至少互助三档最重要的权重股 可是你看到没在互的 像台大电就跌了快半分跌停 那其他的权重股 像金控股也是在被卖 不然金控股怎么会 富邦金跌破90呢 很明显就是说他能互 有在互 但基本上他也懂得说 在这样情况下台股不能落势下去 因为你越弱势的话 你资金跑得越厉害 所以他怎么样还要把指数撑上来 所以才会从盘中跌了将近200点 拉上来只跌87点 他已经有在互了 但基本上他也只能互 几档重量级的 把前三大的权重股互助之后 至少指数不要太难看 我个人解读今天盘式是这样 给大家参考了 所以这就标标准整个国际大宏观环境 在影响台股的情况 那台积电呢 就是标准ADR的部分 就标准在美股的部分 一定要拉上来的股票 如果台积电拉不上来 你说其他的像美光这种股票 拉上来吗 你看到费能棒离止 30成分股里面 最强的 在目前形态上面 还维持多方的 就剩两档了嘛 辉达跟台积电嘛 其他的像美光 基本上最近有在反弹 但还是一个空方结构嘛 所以你不把多头的股票拉上来 你要拉什么股票呢 那要维持美元计价资产 在这样子一个大宏观环境下 未来是一两年 这个大的资金浪潮的情况下 要维持它强势 你说不拉这些领头 要拉什么 好 这个是在美股的部分 另外在美债的部分 美债呢 肯定我认为长期 它是要看涨的 因为你债券价格涨 你才能至少抵消掉 美元贬值 所谓持有美债不利的 资产报酬的情况 所以呢 美债价格涨的幅度 一定要比美元贬值的幅度 来的大一点点 然后大家至少觉得有利可图 但它不会一路的猛涨 它会呢 上上下下反复的震荡 那这个在美债的部分 那美国房地产 当然也不能垮嘛 所以经济一定要 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 经济往软着陆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能撑住 美元也不会太弱 那另外呢 就是通货膨胀要能控制 就业市场要能控制 这就解读了 为什么联准会要一次 急降习两码 而且呢 他会告诉你后面 我不是两码两码将 我是一码一码将啊 一方面呢 第一次告诉你呢 急降习两码 后面呢 他按部就班照表操课 那这个都是有配套的 基本上就是为了 维系美元价值 美元资产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那另外呢 我们回到了 辉达的角度来看 辉达我之前跟各位讲 收链三角形大整理 现在已经整理到末端了 这个地方呢 辉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要往上走勾 就是要往上突破 就是要往上 突破历史高点 140.76美元 一股的这个价位 他才能带动 整个AI后面 持续的 这个资金注入 也就是说注入 不是注入到这个 所谓的实体经济 而是注入到这种 资本市场里面 注入到股票上 AI的股票 整体才能带动上来 那大家知道 股票带动上来 其实呢 对整个实体经济 是有好处的嘛 你不要说 股票这种东西 虚拟资产啦 房地产这种东西 虚拟资产 你看看股票市场不行 房地产市场不行 经济会好吗 中国大陆过去 三年四年五年的经验 已经说明一切了嘛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嘛 你房地产不好 你股票不好 你就不会有好的内需 标标准准 你看中国大陆的情况 所以他为什么 现在要把房产拉起来 他为什么要把股票拉起来 很标准 就是他一样 他知道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机点上 对了天时地义人和 他要去做这个事情 把他拉起来 因为他把内需搞起来 不然内需一直不好的话 对他来讲 更不利于跟美国之间的 一个角力 这个是 回答一定要拉起来的 主要原因 那你说啊 怎么基本面啊 什么订单多好 最近黄仁星天天出来 讲回答好 讲AI好 怎么会在这个时机点呢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很关键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一闪一闪亮晶晶 投资好债 放光明 0093EB 统一美债 20年ETM 锁定美国优质 长天期公债 高姓平 最亲民 超便利 美国将喜号角 已响起 投资好债 就是现在 快搜寻 0093EB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豪士级不得不推荐 想在家轻松享用各种面点料理 你一定不能错过老娘私厨的各种手作美味 不管是层次丰富 咸香十足的 哨子面炸酱面酸菜面 或是特制红油酱 香麻带劲的红油超售 都是让人念念不忘 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好味道 老娘私厨 手作面点全面优惠中 买两千再送限量特制辣油 立即上毫无时期 0223621968 Attention Please 想搭乘日本经济起飞号的投资人 请快到00949登机门报道 请问00949是要飞哪 00949富华日本龙头ETF 精神30档日本龙头企业 把握长线多头格局 是布局日股的最佳航道 哇 00949我也想要有 00949投资日本首选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晚上要公布 Non-Found Payload 非农业就业数据 一般预估是15万人 那18月的数据是14万2000人 高盛呢 估16万5000人 那最近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情况 第一个呢 我们看最近的经济数据 第一个呢 每周首请失业就业金的人数有下降 这是在最新公布出来的 但是续请上升 就是续请失业就业金的人数是上升的 另外小飞农呢 先期公布出来是超出这场预期 就小飞农没那么差 另外ISEN 在这个礼拜公布出来的 制造业指数里面的 就业分项指数是下滑 制造业的雇佣情况是很疲弱的 还有呢 JLT的植物空缺数 回到800万以上 创三个月新高 不过呢 现在目前美国的这个职务空缺 跟失业人数的比呢 是掉到三年来的低点 掉到1.1 也就是职务空缺啊 稍稍比失业人数多一点点了 多10%而已了 掉到1.1了 这个是三年来的低点 虽然说他回到800万之上 创了三个月新高 所以我们综合而言呢 预估今天晚上公布出来 失业率维持在4.2 综合而言 美国现在就业市场什么状况 就不会太差 但是呢 也开始慢慢在 往趋缓的一个方向在走 之前都说 就业市场非常紧绷啊 哇这个 工资的提升啊 非常的明显啊 等等等等 现在目前你会看到 几项数据公布出来的 工资增幅都开始在趋缓 然后呢 整体的就业情况 也开始在趋缓 所以这就联准会 现在要control的地方 就是他不能让就业市场 垮下去 但制造业的部分 非常的不好 大家很清楚 美国的ISEN制造业指数 已经是六个月 在50分界限之下了 只要服务业 服务业公布出来 这个ISEN的服务业指数 创了一年半的新高 所以服务业在撑 美国现在靠服务业在撑 制造业不好 但基本上 为什么服务业可以撑住美国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最主要是靠服务业 他就靠金融服务业 医疗服务业 他是靠这种电商啊 靠这种种种的各种服务业 零售销售 这种加起来这种服务业 他不是靠制造业吗 美国刚刚讲的 他现在目前制造业还行的 大家就剩下军工了 其他制造业 真的慢慢在 在走下坡了 或者是说很明显在走下坡了 这很明显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 美国现在就是 要把半导体的制造拉回去 原因也是因为 他发现 至少我在制造业的部分 半导体这块绝对不能没有 在自己的内供应上面 因为没有的内供应 将来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就把怎么样也要把三星拉去 怎么样把台阶人拉去 怎么样把英特尔搞起来 但是英特尔就是搞不起来 就一句话叫烂泥扶不上墙 就是英特尔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就只能叫台阶人加强 那个设厂 你要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 这样给我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阶现在三厂 后面还有四厂五厂六厂 这肯定是要加大在美国的产能的 三星也不行 对不对 三星良率搞不起来 所以只剩下台积电 所以这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台阶ADR这么关键 因为他还是有他的底气条件 基本面 那台阶当然也很清楚 他必须要运用这样子的国际大形式 把他的触角伸出去 为什么 因为毕竟台湾确实 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台阶电领导人的角色 来思考的话 你所有产能都在台湾 有没有谈话讲的那个问题呢 尽管那个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 所谓的那个单纯的媒体访谈而已 那他说要为什么到日本 到美国 甚至到德国 现在连中东都要去了 那台积电 Faceit怎么样预估他的基本面 我们这些 这些我们不谈之外 我们回到这个 有没有条件支持 他的股价往上拉的基本面 因为你今天 是一家烂泥浮浮浮浆强的公司 你再怎么样去 要强拉他的股价 也是不可能吗 你说英特尔股价要拉到100美元吗 拉到50美元吗 他没有那个基本面 那台积电有没有这个基本面 我帮大家准备了 这个Faceit 他预估台积电的EPS 跟营收的情况 你就很清楚了 为什么要去拉台积电ADR 为什么要去拉挥达 因为这两家公司就是 这个双生兄弟 软生兄弟 台积电不好挥达会好 挥达不好台积会好吗 各位这样讲就懂了 什么叫软生兄弟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台积电 根据Faceit 他调查了39位分析师 将近40位 这是一个大样本调查 他对他今年EPS 明年EPS 后年EPS的预估 预估什么呢 预估最高的 最低的 中位数的 还有一个平均值 因为39位分析师 一定有人给高 有人给低 有人不看好 有人看好 有人相对保守一点 有人相对乐观一点 不管怎么讲 我们用39位 用他的平均数 跟中位数来看 那你说到底平均数对 还是中位数对 当然是中位数对 因为你要避免掉高低的 那个变异太大的一个情况下 你当然是看中位数 好 那我们就抓中位数就好 好 今年39位的中位数的 EPS预估 2024年是多少呢 41.9 42块 那42块的 EPS好不好 当然好 那创历史新高了 台阶最高的EPS 没到42块过 从来没有过 他最高的EPS 是出现在 2022年 我现在画起来 这个地方 39.2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般 市场预估 台阶EPS 大概也就38 37 大概around 这样的数据了 现在已经调高 到42了 那你说台阶不好吗 那另外 明年的EPS的中位数 Faysay的39位 分析师的中位数 是多少呢 52.45 各位算一算 今年41.9 我们算42块好了 明年52.45 我们算52块半 他要再多 10块钱出来 10块钱是成长多少 25% EPS明年 会较今年再增长25% 这么大的公司 尽力还要再增长25%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好 那2026年中位数是多少 63.14 再增加20% 也就是说 今年EPS 明年EPS成长25% 后年EPS 在成长25%的基期下 再成长20% 这个实在是 不拉这样子 你说要拉什么 他这样基本面 如果这些预估的是对的 我们当然前提 要讲出来 就是说 如果这个市场 现在目前对AI的研判 对台积人预估是对的 甚至有人喊台积人 2026年的毛利 要到60% 这样子一个预估是对的 那基本上呢 你不拉台积人要拉什么 你台股不拉台积人要拉什么 你美国不去拉ADR要拉什么 但我要提醒大家 2027年台积人EPS预估 就只有65.85了 也就2026年到2027年 他就没有25% 20%的这样子一个年成长复合了 他掉到多少 他掉到几乎不成长 那告诉你什么事情 他告诉你AI的大浪 就走到2026年结束了 基础建制这些东西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好景这三四年的一个大周期 半导体的大周期 整个AI大浪 就走到2026年结束了 那2026年结束台积股价会涨到2026年吗 会涨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但这个我就不去预测了 你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那至于说营收的部分 我们来看中位数营收 预估今年是2.8兆 那另外呢 2025年的营收会来到将近3.5兆 2026年营收会来到4兆以上 台阯营收会来到4兆 预估在2026年 等于说一季会有一兆的营收 一季会有一兆营收 这个是 现在目前看到的 这个现在目前最新的预估 那你说台阯一季一兆的营收 现在大概多少呢 如果以第三季来估的话 7月大概2500亿嘛 然后呢 这个8月是2500亿 就是5000亿 那9月一般市场预估 大概在2400亿到500亿之间嘛 所以现在目前呢 大概一季的营收 大概7000多亿嘛 未来一季营收会到一兆 营收还要再成长 那EPS成长得更明显 好吧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基本面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目标价 外资全部上调到1200到1500 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回到我刚刚所讲的 如果呢 在这一次的金融 大乱斗里面 金融的一个大潮 大家都要抢钱的一个行情下 你任何一个市场 你不去掌握你最有利基的个股 你不把它当成领头羊 去把它带动整个市场行情的话 那你要用什么来带动市场行情 美股也是宜兰呢 台股也是宜兰呢 陆股也是一样呢 所以你看到今天陆股拉什么 陆股他今天他就不去拉房地产股票了 昨天是大拉房地产股票 今天他就不拉了 像香港昨天内房股全面大涨 他今天就不拉了 他今天就去猛拉半导体股票 为什么他要拉半导体股票 因为大陆也要发展半导体 他现在目前最被卡脖子 就是半导体这一块 在这个高新科技的部分 新创科技的部分 他一定要把这一块拉起来 所以你看到中芯国际 之前被打得这么惨 今年一天股价可以涨29% 一天涨了三成 华红半导体 这是中国大陆做金元代工 也是另外一个大厂 一天股价一样涨30% 为什么他要去拉科技股 最终还是要拉科技股的 因为你说其他的像拉房产 拉金融 拉拉证券 那个拉上来都是因为 先前只在跌得太惨了 估值太低了 跌到一块两块港币的 那样子拉上来 但我刚刚所讲的像中芯 像华红 他们股价不是一块两块 他们的股价是二十几块港币 三十块港币附近 所以不是那个所谓的 跌得很惨 然后拉上来 但他们先前也跌得很惨了 如果你去看过去几年 先前也是跌很惨 你说中芯这几年最高价是四十几块 将近五十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华红最高价应该在六十几块 将近七十块港币 所以他要回过头来 一样要用金融资本 去注入到整个半导体 形状科技上面 全世界都一样 资本市场不能不好的 我跟各位报告 哪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好 哪一个地方资本市场不好 经济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不要看空股市啊 这还有最后跟各位报告的事情 注意听 这只一题